其實從這裡面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三期的實驗 大部分時間都要拉得很長 如果拉到三期的實驗完畢之後 才來做決定 那恐怕都緩不計及了 就是說以這個做一二期 以做一二期的一個受試的人數 來做比較 那我們這邊做的是 應該是說等於是一個 擴大的 擴大的一個 擴大的一個試驗 所以我們就做了將近有4000人 那老齡的人口 也包含3815裡面有838 3844裡面有792 那以這樣的一個規模顯然 大家可以看到比國外 他們在做一二期的時候 來的數目其實要大很多 我們這是一個擴大型的第二期 基本上也可以視為是一個二三期的 延續的一個計畫 所以這規模是很大 所以我才會講就是說 以這樣的規模 大致上二期是做的是安全性 那只要以這樣的規模 如果能夠通過的話 那安全性就不會有問題 那也看看如果大家都在講就是說 到底各國的EUA 都是什麼時候通過的 那是不是大家都有做完到三期 其實從這裡面大家也看到 其實三期的實驗 大部分時間都要拉得很長 如果拉到三期的實驗完畢之後才來做決定 那恐怕都緩不濟急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面在BNT 它完整的三期的實驗的結果要出來是估計 是要到2023年的4月 可它大部分的EUA 從最快的在 有在109年的12月 WHO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都是在 去年的12月 就核准了EUA 那日本在2月核准了EUA 所以在這時候當然一定是二期做完的 可三期沒有完 莫德納也是估計 要到2022年的10月 會完成三期 WHO 也在今年的4月 美國在去年12月 加拿大去年12月 英國在今年的1月 那日本在今年的5月 也核准了它EUA 那嬌生也是估計要到三期 要2023年的5月完成 那相關的EUA當然都在今年 像WHO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都在今年給予EUA 所以在AZ 他也是要估計他可能要比較快一點 他可能在英國 2021年的9月會完成 巴西他分做幾個國家來做 2021年12月 那在美國要2023年的2月 可是他們的EUA 也都是在分別在最早是英國去年的12月 那其他幾個國家都在今年去核准 所以這些主要的疫苗 大家現在知道主要在 這件事廣泛的比較多 被提到的疫苗 都尚未完成三期試驗 那各國就以核准緊急使用 畢竟這疫情在嚴重的時候 如果大家等到三期都完畢 那恐怕真的是緩不濟急 第二次 見面 第一次 大陸 第一次 F-1 F-1 齊 F-2